說到服飾 前史瑞都高中學生 並且剛從紐約知名的 專業藝術與設計學院 Pratt Institute 普瑞特學院 時尚設計專業畢業的 華裔女生林忠玉 她的作品 早前曾經登上了 華爾街日報等等 主流媒體的版面 成為時尚界 一顆冉冉升起的星星 目前林忠玉人仍在紐約 她的父母 今天接受本台的採訪 講述這位華裔女孩的 成長歷程 普瑞特學院時尚設計專業 2013年度畢業班的 畢業作品展 4月25日晚 在紐約曼哈頓隆重登場 畫面中模特身著的 色彩華麗 風格鮮明的服裝 就是出自林忠玉的設計 林忠玉媽媽說 女兒從小就顯露出藝術天分 從小就很喜歡畫畫 高二的時候 她就說她想學Fashion Design 她好像對這個服裝設計方面 她有她自己的一套獨特看法 這個就是她大概是五六年前畫的 所以我就覺得她畫得挺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鼓勵她往這方面走 林忠玉的偶像是英年早逝的英國鬼才設計師 Alexander McQueen 亞歷山大麥坤 而林忠玉的畢業作品 除了登上華爾街日報版面 也被潮流網站 newnownext.com評論為 會令麥坤感到驕傲的 傑出設計 同樣感到驕傲的是林忠玉的父親 Fashion Design這個field 你要成名什麼 這是很難很難的 但是就是走這條路嘛 就是靠她自己努力了 或者還有一方面 也要看一方面運氣了 剛剛從普瑞特學院畢業的林忠玉 目前為紐約一家舞台與戲劇服裝公司 擔任獨立設計師 將它融合東西方文化 又充滿強烈個人風格的設計理念 逐漸推廣到主流時尚界 18台新聞喜瑞都採訪報導